還爭取不到 我們委員會這樣的話可以把它下一個適當的決議下來 那將來它在做的時候 就可以當作是一個委員會決議的一個支持的依據 那對市政府不管是警惠認定 當然關鍵還是學校校方自己要建立這樣的一個理念 這個如果再這樣子 他出連續大家吃這個嗎 往前來打開 好啦 我想如果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們這個案子就照這個辦事項通過 謝謝 審議24 北國區中山北路四道574號 文化資產價值什麼樣 請 本案地址位於北國區中山北路四道574號 建築物地所訂的主義為北國區桃園段五少段八三 以及一地建物五間號登記 那目前房地所有權都屬私有 他本案是由政府副作權人 施配本人向本局提送申請表 申請表請委員參加附件二 那令常本案其實涉及到 財務法第一個名字書中案 本案有本局第一文資法第十七十八條結動 發資產價值審討程序 並於改七點五月三號 由李前郎委員 蔡元良委員 薛勤委員 張天權委員 蘇英英委員 進行文資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攤 會攤進入請強附件三 然後新委員綜合討論 規復認定本案建築物具文化資產佔審討程序 而專案小組委員的意見在亞如下 元三合院是正廳為立城土角單建築 正面為專牆 邪屋頂為養殼網面 現目前作為家族的食堂 左側的布隆已經拆除 右側的布隆目前是加蓋成圍屋 基不復原有三合院的風貌 那部分土角地和二層四層八吋的土砖 但不具稀少性 然後第三 與關戶地區開發史 缺乏直接關係 歷史人文背景角落 那有關的五月三號專案小組會看照片 請委員想看資料組的附件室 這是基地的地形地質圖 那這是基地的行照圖 那這是建築物現況 那這是那個正廳的部分 那這個右上角是左布隆的現狀 然後右下角的照片 左下角的照片是左布隆的現狀 已經變成鐵秘屋 那這是正廳的內部 那屋頂上方有調畫天宮墓 跟現做祠堂的一個賀兵的配置 然後上方是那個正廳的壁面 那這個部分是土雀牆 是在那個房子的正後方的牆面 那有關品的本案的文資價值評估報告 那目前這一個建物和土地跟建物都是屬私有 然後現況的概述就是建築物的構造屬專照 那目前物量有叫畫天宮墓 那主要的建材是土雀牆 磚牆牆木樑跟紅花的組合 那這個案子涉及到財務環境的民事訴訟案 那本案的申請是民事訴訟的被告 然後另外土地所有權人之一是原告 那有關土地所有權人保存意願 建築物所有權人是有保存意願 但土地所有權人是沒有 然後價值分析部分在今那個5月3號 保存案條款市場先開後 而原則認為不具多化資材保存價值 那有關未來保存管理維護跟指定登錄物資影響評估 基本上是建議不指定可以進入地址建築 紀念建築由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保存維護 那你請同意北投區中央北路4-574號 虛文化資材的價值不只基督登錄 並且藉由紀念建築 等案提請得審議會審議兵議決議辦以後續 以上 我要看一下這個情況 有沒有了 不足我再講 審議案5 案有大同區南京西路23站站站790113號 文化資材站11案 檢案建築座位於大同區底化辦2小段 19420421422B號等次於檢定 建築為同小段1185310943至14點建築 由於捷建築的事務所於107年1月31日韓區本局基地 抱歉是否具有文化資材價值刑議建築 辦理行程2 居於107年3月22日辦理文化資材價值不回答 會看檢論評估 南京西路223-227號 南京西路233項3號不具文化資產價值簽訂 南京西路233項7-9-11-13號具文化資產價值簽訂 本局將啟動文化資材價值審查程序 後續將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會堪 辦理行程3 本局續依文化資產保留法第178條 於107年9月12日辦理 南京西路233項7-9-11-13號 建築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堪 出席委員包含 李前浪委員張推政委員 劉淑英委員薛琴委員 及蘇英明委員 南京西路233項7-9-11-13號 建築文化資產價值 初步任地補序文化資產價值 後續將會整文化資產保護報告 續送等委委員會會議參考 辦理行程4 專案小組委員 一屆佔藥金 辦理行程5 其他補充資料請委員 詳參紙本資料 這個是地基地形圖 紅荒圍範圍 那這個是建築線礦圖 左邊是7號的立面 右邊是9號的立面 然後這個是左圖 左圖是11號的立面 右圖是13號的立面 那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詳參紙本資料 你辦 你請統一大同區南京西路233項7-9-11-13號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入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二 建請深色單位於後續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在一層不保留就有令驗專器風暴 並同納入設計考量 三 本案提起本審議或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以上 就是民間的總統市場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指導的地方 這個案子有 這個 審議不是說有 有證據要上的嗎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剛剛那個 五八眼 五八眼 OK 這個案子請就 再一台 這個案子對 正在邵柏揮律極內 這個 把 clamps ladder 已經有 荒座 附屬的 190頁 另外幾張照片 ены 或者190頁 如果 و concerned 坐下 我們 這邊 我們 附近 我們 所以這個沿道路經濟在20公尺內的建築物 所以第一個 它的低進的空間 樓等各等各等各個三 那本漫的這個地上十五 所以這個顯然有一個推進 地3.53 平均高級的建築物 沿道路經濟在20公尺內的第二次空間 所以它這個建築物也有 在這個第二次空間 建築物有很多人差不多60公尺 沿道路的差不多20公尺 然後再建築40公尺 就它這個建築物的放置最後六邊的 這個第一次空間 它根本差不多八成 所以你為什麼呢 如果要舉著這邊的血液和血液那麼輕的 它在其外的附近這個房子 可以帶到食物 那第二點我是覺得 因為它這邊是沙子地層 地下是開瓦的20公尺 它有關那個地下式的開瓦中間 對於這些領防的措施 還有靠近我們那個有樂市 也很近 這個除了一個巷道 它也是一樣 一個六公尺的方面 當然有樂場有人在會做一個 但它地下是很難的 所以對相關周邊的陰防的這些 因為生態或造成的一些疑慮 好像這個報告裡面都沒有知道 所以這兩點再提出之後 謝謝 其他委員還沒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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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是臨街 迪化街的兩側的基地 所以在第二次的幹事會 已經派出這個 確定派出這個法規的使用 所以這個跟我的作為報告 另外是有關於提到這個第二次開瓦 對這個臨近的這個文化 這個有歷史建物的影響 這個我們有準備一個簡報 不過剛剛因為報告案的時間比較短 然後我們就沒有提出來 這個在後面我們有 這個結構的記事有做了一個 大家可以再往下面幾遍 我們有做了這個開瓦的影響評估 高主席今天是價值的評估 只要給身份 34條要另外的報告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適合在今天再提及 謝謝 好 其他要給你一件 有沒有 如果沒有好就找這個 我們還是幹嘛 來來來 請 chorus 개인議案1、2、2、1、4 3、4 票 2、2、1、5、3、3、5、4、3、4... 名議案1、6、1、6、6、4、5、1、5、3範 本案建務座落 大同區眼iej段���log 典ский單673等674等 建務委委 桃小段751検8medi 全員委託屢道齊建築師事務所於 107年8月17日向本局申請文化資產保存 本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規定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辦理期情二 本局於107年9月12日辦理延平北路二段2014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初期委員方案 李前浪委員 張分證委員 劉淑英委員 薛琪委員及蘇英明委員 會看結論 延平北路二段2014號建物 基因委員綜合討論 初步認定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登入文歷史建築 後續將會者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續送文委員會審議參考 辦理情形三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及其他補充資料 請委員詳猜資本資料 這個是地形地形組的部分 紅色部分是本建物座落的地段 那這個是航照圖部分 可以看到左手邊是47年的航照圖 那這個建物呢 他的後方 南側及西側 以西側為國泰西院 那建物的南側是第一劇場 然後右邊的圖是106年的航照圖 這是建物現況 我們可以看到左邊是建物裡面 還有一樓的室內跟階梯 還有側翼的地面 然後左邊的圖是天井 然後下面的圖是起底岸10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側翼的廊道跟建物的二樓室內 那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尋覆報告 請委員詳猜資本資料 你辦 你請同意登陸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14號為歷史建築 一 名稱延平北路二段 214號電屋 二 種類宅地 三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14號 四 歷史建築及其所建築土地範圍之面積景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延平北路二段 214號建築本體 建物為延平段二小段751建築 建物總面積160平方公尺 建築物綽若土地為延平段二小段673 該比土地面積為18平方公尺 674該比土地面積75平方公尺 地號為兩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五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 本建物為1920年代所建 圖外橋秦林安池及 兩匹水之構造 具有地域特色 為當時大澳城地區 民建傳統建築樣式 具保存價值 二 日治時期本建物南側雨 第一聚場坪林 西側為太平館 建政太平丁育二事業 同步發展真歷史 三 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登陸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 三 登陸基準 二 本案提起本審議換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期 當天晚上 以上 再多數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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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六市主事 大吉吉主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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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還是比較多 我們也沒有請教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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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繼續想大方說 有一些意識性建築 都是已經很認真修復的 我們事實 基本上 我們這個策略 就是純利他 因為他是意識建築 他可以審限這個 塑金之外 而且 我們就有個力量 就去保護 他就在我們規範之類 所以這些像這樣的案子 我是不贊成的 而且 應該自己鼓勵 建築師如果 還有外勢的 因為我們一直執行這個會議專門區 因為我們移動的也要一生分 他有一生分以後 文化主要可以出手貼 也會控制我們當場合理上 跟老師愛的主席報告 本年大概設計了台北市的文化資產育養獎 我們有準備做這個事情 如果有主動積極來做完尾部修律的 都可以報復成這樣 歡迎李大利建築師來參加 當你得獎以後原則上會有類似的申請 會有表揚 會有獎章的申請 獎章表揚都沒錢 沒有 那個錢的部分大概是 在今年大概不可能居居的那邊 因為他有預算 但是原則上 我們的育養獎就是不利這樣的積極的態度 在這樣的積極的態度下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想低分補助的措施 以後會優先來拿取得獎 我們在幾個會期我們很多的歷史人 我們個人覺得只有這一屆真正是 我和歷史建築的根路 因為歷史建築的根路是 主動是業主他自己願意的 我們只覺得他類似對場 我們把他保護照 其他的我們都爭議很大 做出執筆 別人的執筆之間 事實上也是非常有用 原來法律的經濟的環境 我們業主建築自己 主要自己的保護 所以我們非常贊助自己建築 當然我們應該從這個表情 應該是優惡的氣氛 好 謝謝 我剛剛非常認同副局長的建議 那可是有沒有可能就像國外那樣被指定 或做得不錯呢 我覺得應該在他的門口哪裡 應該有個銅牌 然後是 等於說他就是Owner 然後民眾走過你知道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大概都被指定了 民眾不知道哪些東西是什麼 那個牌子的設計應該要Consistent 我們這次獎盃設計就從頭上 好 拉住 御洋獎盒 好 管這局募建築 我們非常感謝 其他人的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找個主題實在 下一代 審議案件案由歷史建築 龍火丁成屆燒穴場 修復在立憂計畫審查案 龍火丁成屆燒穴場 在103年8月22號 公告為歷史建築 土地所有權是中華民國 台北市政府及私人 建物無建號登記 這個歷史建築是位於立合實業 國政有限公司 就是基金的申請單位 跟擔任使者擬聚的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內 未來歷史建築跟都市更新會並同修復 歷史建築因為涉及都市更新案的建築配置 本局在104年請申請單位 提送歷史建築跟新建物的關係速度 送本局審查 申請單位為了確認 歷史建築再利用方式 跟新建築的關係 主動是委託台北科技大學 辦理歷史建築的文化資產調查 研究跟再利用計畫原則 表向計畫送本局審查 審查規紀錄請委員翔三附建二 本局在106年11月6號 申請單位將上開兩岸的計畫案 合併為龍口町承介消協廠修復再利用計畫 重新送審 並且再提送本委會審議通過時的為之 修復再利用計畫 申請到合遵以後 重新提送本局 本局在107年4月9號 邀請你副國委員 六叔英委員 郭崇英委員 郭崇英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審查會議紀錄請委員翔三附建四 原則上開發單位提出的建議是 曾經消協廠為了可以解體 簽以傳建委員則 管理維護單位的部分 前進立法委員師立法委員一方出現協調 確認歷史建築的管理單位是 財政部副財產署 申請單位在107年10月1號 簡訟修正後的修復再利用計畫 本局檢視以後已經完成恢復 有關歷史建築籠口丁 陳建燒卷廠保存方式提請討論 這是本案的基本資料 地級圖 普通式進化圖 基地位置圖 目前陳建燒卷廠的建築文件 本案提請選議會審查 並以審查決議辦理後續修復再利用事宜 舉家請請請單位做 請訂閒實業的聯絡 一筆電Dis 請訂閒實業部會有 recent工資 但習廣東去就是 請就幫我們解報一下 主席各位委員 就由我來解報今天的修復在用計劃 本案因為其實是一個都市更新案開始的 早在2005年之前就開始進行整合 所以在2005年12月就獲得世界概要計劃的報核 那2010年7月本更新單元內 因為原來都是違建非常混雜的一個地方 發生了大火 那燒毀了上面原來燒雀場上面的違建 所以才露出來原來違建下面有這個燒雀場 那實施者立合實業也積極地進行整理 所以還協助來申請認定為歷史建築 所以2014年8月公告歷史建築為龍孔町 承建燒雀場 那這個歷史建築其實沒有強制要進行 這個文化資產的調查研究 那實施者為了慎重起見 他在2015年跟我們本系王維洲跟我們本人 我們一起來進行這個文資調查計劃 跟修復在利用計劃 那這個就是歷次的審次 那這個主要這個案子送進來 主要是因為是更新案為主的起源 那燒雀場的在利用的方式 跟整個更新案影響非常大 所以才會先提送一個等於是預審的 這樣的一個在利用計劃 那這個就是這個案子的緣起 那龍口刷雀場的登陸理由 其實評定基準是具歷史文化資產價值 而且有建築史跟技術史的價值 那最主要是他是目前三處日據時代新建的 垃圾縫化場景存的一處 而且當時就可以見證是我們公共衛生的重要指標 那目前是採用鹽本式燒雀爐的一個日本那時候的專利 所以具有建築史跟技術史上的重要價值 那這個整個的區域其實剛剛已經有報告 是在植物園的南側、和平西路 還有西藏路、舉光路結合起來的一個街坡 那目前因為原來地上其實是比較多違章的 燒毀之後這個空地 那我們有整合本岸有整合周圍的私人建築物 一起來做更新 那這個土地使用其實是住宅區 那這個是目前的現況 周圍的既有的一個建築 那本岸其實鹽本式燒雀爐 只剩目前僅存其實只有一座了 那主要是上面的混凝土 其實毀損得非常嚴重 整個屋頂坍塌、坡道也都毀損 因為後來很多違建 其實就已經把它破壞了非常厲害 連坡道下、坡道上全部都已經更改了面目全非了 所以整個的鋼筋混凝土的剝落以及腐蝕是非常厲害的 保存比較好的其實是鑽造的 因為是耐火磚跟焚化爐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保存比較完整是其中一個爐 整個的爐口也很多也都已經破損了 所以是需要大力的修復 那經由我們的調查結果其實是希望保存的建議是 能夠既有的殘機做保留、心理保存 而且可以用現代的科技局部的結構的保譜牆 而且可以就原有的形貌找出一個新的新舊方式的整合 也可以做成新的景觀跟美化的故事環境 那我們有找到兩個台北市曾經有過異地保存的案例 那一個是公賣局的球場 本來是一個基地 後來是把它異地保存了 那另外一個案子是在新生北路的這個案子 它也是配合利件的保存 那稍微移了一個基地 所以讓整個街坡的完整跟都市環境景觀 產生非常好的效果 那對於再利用 我們是覺得在這個案子周圍有非常多的大型空間 大型開放空間 那希望它是結合作為一個社區的活動中心 那尤其它本身是具有空間衛生的一個環境教育的指標 所以希望未來可以讓燒雀廠這個歷史建築的再利用 可以跟社區生活還有環保教育能夠結合 那也舉了幾個例子是在一個舊建築再利用 或是新舊結合上它有不同的想法 那也因此未來的再利用計畫大概維持四個方向 第一個是我們會原樣修復原本式燒雀爐 來保存它的技術史跟構造的價值 第二個整個再利用計畫希望是用環保生活博物館 而且能夠讓各種活動跟周邊的開放空間 就是提供居民一個更好的環境品質 而且實施者也承諾捐贈了2500萬的管理維護基金 來辦活動 那今天最重要的大概是那個歷史建築的 保存再利用的一個方案 那因為這個案子其實主要是燒雀廠 它剛好在基地的正中間 而且有一棟私人建築它不願意參與 所以整個建築物其實受到三面零路的消限 建築法規的影響其實是非常難